今天来看一台笔记本啊 这是刚刚一个客户给我送过来的 火急火了的 说是开不了机了 自己拆开拔了下电池还是不行 是一台惠普的暗影精灵 这是3还是4还是5 意思真没认出来 好像都长一个样子 插电的话 灯不亮 不开机 按开关也没有任何反应 好嘛 像这种惠普的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 它必须要用原装的电源才能开机 网上买的通用的惠普的电源转接头都开不了机 我用的也是原装的 我没用这个可调电源 用的是原装电源 也是不开机 并且电源口的那个灯都没亮 不认电源 先给它拆开来看一下 这个螺丝已经被它拧掉了 漂亮 是没有被修过的 刚刚净净 整整节节 风扇上面除了灰尘有点多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非常的OK 先给它拆开来看一下 7代CPU 这应该是暗影精灵3吧 修之前呢 先来测一下主板的对立组织 先看一下CPU这一排电杠都没有短路 这边几个带机供电三幅和5V 以及内存供电还有桥供电都没有短路 看来今天不是干南桥的节奏啊 南桥逃过一截 既然各个小供电都没有短路 看一下大供电 公共点 这边呢随便找了一个公共点电容 发现短路了 大短路哦 而且我一眼就发现了问题啊 看到没有 在这个位置 这边有个公共点的滤波电容 明显有异常 裂开了 上面有条裂缝 你看人家正常的干干净净 有问题的就有条裂缝 像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明显的了 所以呢 可以直接找一个电容把它换掉 轻轻松松 直接秒杀 烧机都不用烧 一眼就看出来了 换掉电容之后 公共点的组织恢复到正常 电源线接上 再插个电源看一下 好 电源接口这边亮白灯 说明已经愣到电源了 看来已经秒杀了这台 没什么大问题啊 整机装起来也可以显示了 这台修得轻轻松松 没什么基础含量 这边呢 还有一个惠普的暗影精灵 这个应该是新款的 9代处理器2060的显卡 不过很可惜 是个二修机 上家呢 干了一下南桥 美好 像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但是呢 我也测了一遍 也是整个主板没有电缸短路 这个主板的公共点没有短路 这可不是抠个电容的火啊 它呢也一样 插上电源 这个灯不亮 按开关也是没有反应 而且呢 惠普的这一个系列的电脑都是没有图纸的 甚至连个参考的都没有 像这种情况完全不同电的 我感觉可能会是EC的问题啊 因为你看它插电 待机的时候 看一下有哪些电压产生 桥供电没有 5V没有 仅仅产生了一个3.3V供电 按照正常的时序 它按下开关之后 EC应该会去开启桥供电和5V 但是都没有 所以呢 上家搞了一波南桥 这个南桥是被换过的 它的胶都没了 但是呢 我测了一遍 感觉南桥又没短路 是吧 又没明显的测到问题 所以呢 我怀疑可能是EC的问题啊 这个EC也是BGA封装的 但是呢 这个EC一下子还没现货 所以这个板子今天是修不成了 回头我订个EC来换掉试一下吧 这个EC我看好像是没有被动过的 最近这款笔记本修的还是比较多的 这还有一台也是不同电 拆开之后发现是显卡的核心供电烧焦了 但是呢 把这一块挖掉了 挖完之后不短路了 但是还是不同电 估计是PCB内部有断线 很遗憾 这款笔记本暂时我还没搞到图纸 所以只能遗憾的放弃啊 但是这个换EC的 我感觉应该能搞定 今天这期视频未完待续 回头EC到了 我们再给它补上 是个人的 好人的 我们再给它 我们再给它 我们再给它